他都怎麼約女生 吃飯看電影 他都說旅館上面有電影 哈哈哈哈 歡迎收看波波街地區 約會這件事情看似簡單 但其實超多地雷 我們今天就要上街去挖掘 路人們的悲劇約會經驗 走啦 約會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兩個人聚在一起啊 然後開心 很吃個飯 動了結局 兩個人出來應該就算是約會 好感以上 然後可能是單獨出來吃個飯 或看電影 浪漫很開心 現在是一個吃辛龍約會 你沒有約過會 哈哈哈哈 你你你 你現在幾歲 18 你沒有跟女生約過會 我很傳統 我覺得兩個人一起出去就 就算約會 就是有約然後 該做什麼事情就講什麼事 做什麼事情約會該做什麼事 怎樣算約會 約會的定義不就是 去你家 不是就是 就是吃個飯 然後呢 就是 然後去你家 哈哈哈哈 就在一起啊 兩個人在一起去哪都是約會吧 跟曖昧的相處 那你們在一起之前也有在約會嗎 曖昧的時候 曖昧的時候 通常都是誰約誰 我比較特別是他約我 因為他很被動 感覺上是他追我 可是他不敢約我出來 就是吃吃飯看看 看電影也喝酒了 然後 你覺得因為我約會是不要 就分散 好很傳統 以前約會都是比較是常 自己被約還是約人 我都是被約的 然後我都要陸追他了 那時候還有MSN的時候 天龍聯絲 我們那時候其實都要用MSN 一直問他有沒有時間這樣 結果他自己要出去玩也不找我 蛤 你好過分喔 我沒有出去玩 我是去打球 去運動 所以我就懷恨在心 結婚以後都對他很強 你覺得怎麼樣約人 或是別人怎麼約你的成功率會比較高 就是可能是做我有想規有興趣的事情 第一一定是就是本身自己也對他有好感 然後再來就是有聊天一陣子吧 他都怎麼約女生 吃飯看電影 他都說旅館上面有電影 原來是這樣子 就跟他吃個飯 然後如果他願意跟我看個電影的話 那當然就是 去旅館看電影 沒有沒有就是去正常的電影看電影 你們有沒有推薦就是比如說第一次約會去哪裡啊 氣氛會很好很成功 看電影 可能手會不小心碰到啊 就有那種心動的感覺 像什麼夜景 你知道嗎 怎麼夜景很厲害是不是 就覺得大家喝個飲料在那邊聊天啊 很愜意這樣 像什麼貓空嗎 就 貓空沒辦法 為什麼貓空不行 去老套 啊 去那貓空太老了嗎 對 至少應該是開車上去吧 這邊有在優惑 啊 原來是要有錯了 沒夜景 也是夜景 就是因為你們去看你們就覺得很浪漫 就願意去這樣子 我只要他最常帶去哪裡 他去哪裡 YouTube 你表情為什麼要這麼僵 基本上女生願意跟你去這個單獨空間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對你有信任吧 他就是相信你說 對 他願意跟你往下走 你朋友啊 我很想笑 他很像那個女子 外線式是不是 開車 第一個條件要有車 去遊樂園吧 第一次約會有什麼地雷 如果大遲到我覺得不太好 狀態太隨便 不能就是那麼短褲什麼的 看到他這樣來然後就直接走掉 對啊 因為我裝扮得很好看 然後他這樣子 我討厭男孩子穿短褲 那你平常會穿短褲 不會 其實我覺得 就是人對了就不會有體驗 通常都是人錯人是人的問題 很有道理耶 對啊 你們沒有踩過雷巴 就毛手毛腳 就是會這樣 那種 就是你不能接受就是 穿著邋遢吧 可能穿個假髮脫或有海灘褲 穿著跟決定權都說隨便 就是你不喜歡男生沒主見 嗯 梅瓜 梅瓜 不好看 什麼意思 如果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見到之後 真的不行就真的不行 你是說長相要不會就是不合不 就是沒有看對眼嘛 沒有看上眼這種感覺 要多一個身高 原來這麼嚴格 就是身高的長相都有這樣子 指甲封要乾淨 指甲封要乾淨 然後不能夭假 那如果指甲留很長的男生 也無法 也無法 就感覺 挖什麼東西 反正衛生習慣不好就對了 對對對 穿著上來 真身流行吧 對啊 跟我能搭得住 如果是他想跟女生出去約會的話 應該會精心打包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笨 因為很破頭 穿夾夾的啊 他就說女生問他朋友 因為他單身一輩子 我幫你接受男生很精打細算 就是那幾十塊也要計較 我幫你付好了真的不用 但是你們習慣約會就是如果 第一次可能對方先輸這樣子 對我覺得算是一種禮貌 那下次呢 虧情啊 就是一個互相的感覺 但是第一次如果他沒有辦法輸 那代表他以後也可能對你這麼 比較不願意付輸 對 那有遇過很糟糕的經驗嗎 可能就是男生沒有帶錢吧 忘記帶錢包嗎 他說他就先說讓我付這樣子 他後來有還你錢嗎 這是重點嗎 沒有 沒有還你錢 他說他會還結果都沒有還 曾經就是回台南的時候吵架 然後原本下一個行程是台中 然後就也沒去就直接開回台北 一路就冷戰到 你說開車嗎 然後從台南那樣一路 對一路冷戰 不講話然後兩個都開回 你連車上還有其他的朋友 蛤 朋友想進去台中都不能去了 對對對然後很尷尬 一直滑手機吧 喔你說你約會放出來 然後他一直滑手機 就覺得你長得太結了 所以自己換你換你 換你換你 可能要牽他手的時候他可能會害手 他把你摔掉或是他對我沒興趣把我手摔掉 不是害羞是太醜 變得有點尷尬 喔你自己也會帶女生去約會吧 對啊我跟他 不會約女生 如果他昨天去找一個女生 然後因為女生在酒吧喝酒 他就用送他回家這個理由 因為他有車嘛 把他帶上車啊 然後他可能就 好沒有 那女生就有點喝醉了吧 有點趁那個酒意 然後他就跟他可能聊天 他靠近講話這樣子 對啊然後後來 所以接下來我就不用再多久了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因為他突然回來跟我分享 對 因為他笑得你這樣就沒人家 什麼的 我的媒體 你們有三個一起過喔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亂講 我覺得不是欸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